你最近又感觉自己很容易累又头晕 工作很难集中 还有手脚冰冷的问题 打算喝杯咖啡提提神 没想到却越喝越累 难道连老天都不想让你开工吗 因为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它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 变相就有个提神的作用 咖啡因虽然可以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 但是可能我们有些人长期缺乏铁质 有机会都会出现 譬如皮膚 面色瘡白 或者肝中头痛这些症状 缺铁当然要补铁 但是补铁也要补对方法 如果你一边喝咖啡或者喝茶 一边补铁就未必有用了 因为如果你摄取太多 或者过量咖啡 茶的时候 咖啡因丹磷酸 或者一些很高纤维的食物的草酸 其实有机会减低这个铁质吸收率 营养师建议要补铁的话 可以选动物来源的血红素 也就是来自红肉的铁质 也可以选植物来源的铁质 例如菠菜 红豆 黑木耳等等 要注意的是 人体对两者吸收率不同 以植物铁质吸收较少 所以如果我们在摄取一些非血红铁 即植物来源的铁质的时候 可以考虑摄取一些维他命C 丰富的山果或者蔬菜一起进食 那么我们的维他命C 可以帮助非血红铁的吸收率 提到含高维他命C 除了我们熟悉的橘子柠檬奇异果之外 原来芭蜡含量比奇异果高出一倍 如果你也有缺铁问题 早餐最好放弃你那杯咖啡 试试改吃含铁质的古早餐 加一个芭蜡 补充好身体铁质 就可以荣光焕发去上班啦